英贤高官承认禁止华为设备吸迫于美国压力 外交部回应 1月13日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 据报道 10日 英国前商务大臣凯布尔表示 英国政府禁止华为5G设备和服务的决定 与国家安全无关 而是迫于美国压力 是因为美国告诉我们应该这么做 在其担任大臣期间 情报和安全部门曾多次保证 使用华为服务不会带来任何风险 发言人对此有何回应 汪文斌表示 这再次印证了所谓国家安全 5G技术风险的理由 不过是美国用来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幌子 美方推出的清洁网络 是协迫外交的代名词 从东芝 阿尔斯通到华为 再到三星 台积电 美国协迫外交的受害者 并不是借个底 美国的霸凌行径 必将遭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抵制和反对